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收看东西托邦 北韩它的全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这里是全球最神秘的国家之一 打开Google Earth,我们会看到平壤的主要道路沿线都建满了高楼大厦 而且造型都成圆弧形 就好像一道道屏风围住了背后不想让外人看见的地方 90年代中期北韩发生了大面积饥荒 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 从那之后脱北者的人数每年急剧上升 2009年的时候达到了峰值的2952名 之后由于北韩不断加强边境管控和加大对脱北者的处罚力度 脱北者人数逐年下降 2020年受疫情和周边国家边境封锁的影响 脱北者人数暴跌至了200多名 这么多年来上万名脱北者 其中不乏北韩高官甚至皇亲国戚 他们通过访谈和回忆录的形式 揭开了北韩神秘面纱的冰山一角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金氏家族不为人知的故事 1997年2月12日上午11点 一个身穿黑色泥字大衣头戴礼帽的70多岁男子 在一名随从的陪同下顶着凌冽的寒风低着头 急匆匆的走进了南韩驻北京大使馆 30分钟后南韩驻北京大使馆正式向中国政府通报 北韩二号人物黄长夜已经向南韩叛逃 黄长夜1923年出生 当时是北韩二号人物 也是目前为止脱北者中官职最高的 他曾任北韩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 是金正日和其妹妹金靖基的老师 这个职位搁在古代相当于帝师了 是非常受尊敬的 后来黄长夜又被提拔成为了 北韩最高人民会议议长 同时兼任北韩劳动党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 有人可能会说了 我对这些个头衔官职没什么概念 那么北韩的治国方针主体思想总听说过吧 主体思想虽然是北韩的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提出的 但却是由黄长夜整理后理论化的 其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的自主 经济的自立 国防的自卫 强调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 人民应当接受首脑的指导 首脑是头 党是躯体 人民是手足 躯体和手足应当听从首脑的指挥 主体思想在北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1997年起 北韩弃用公元纪年 以金日成诞生年为主体元年 是为主体纪年 平壤市中心的地标型建筑叫做主体思想塔 对于北韩人来说 主体思想就相当于圣经 而黄长夜这位圣经的撰写者竟然叛变了 这在当时绝对是爆炸性的新闻 1994年金日成去世 北韩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上台 同一年由于洪灾 苏东巨变 国内经济衰退等各方面原因的叠加 北韩开始发生大面积饥荒 此时黄长夜已经对金氏家族的高压统治 感到日益不满 他所整理的主体思想 已然成为了金正日搞个人崇拜 进而巩固权力地位的工具 他在回忆录中说到 人民正在额挨饿 我们却为了庆祝领袖的生日 而召开思想讨论会 在会上讨论哲学和人类的未来 另一方面黄长夜虽然是 二代领导人金正日的老师 但是却得不到金正日的信任 再加上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去世之后 黄长夜曾经抗议过世袭制 这就让二代领导人金正日视他为眼中钉 黄长夜逞日担心自己会被肃清 于是蒙生了叛逃的想法 1997年1月30日 黄长夜前往日本出席与主体思想相关的会议 这次出差黄长夜还有一个秘密任务 那就是去日本寻求粮食援助 以缓解北韩境内愈演愈烈的粮荒 但黄长夜的粮食求援任务无果而终 他担心受到金正日惩罚 更加坚定了出逃的念头 按照行程黄长夜回北韩时 需要从东京乘飞机到达北京 再转乘列车到平壤 2月11日黄长夜飞敌北京 住进了北韩驻北京大使馆 12日早上9点 他借口说过几天是自己的74岁大寿了 需要在北京购买一些礼品 于是和副手金德红一起来到了 南韩驻北京大使馆附近的一家百货商店 但是采买东西只是一个幌子 在百货商店 黄长夜和南韩协助他逃亡的人 接上了头 敲定了叛逃细节和条件 随后黄长夜和金德红走出百货商店 乘坐出租车直奔南韩驻北京大使馆 北韩大使馆方面 见上午11点了 黄长夜还没有回来 慌作了一团 一面向平壤那边汇报 一面开始派人四处寻找 11点30分 南韩使馆向中方通报了 黄长夜和副手金德红申请逃亡的消息 下午5点30分 南韩发布公告 宣布接受黄长夜和金德红的逃亡申请 北韩方面则立刻对外宣布 说黄长夜和金德红是被南韩政府给绑架了 要求南韩政府立刻释放他们 否则将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私下北韩政府则命令潜伏在中国的保卫部要员 找机会直接将黄长夜和金德红击毙 为了避免事情在中国境内闹大 中方派出了武警部队 强化了南韩大使馆周围的警备 严防死守 3月7日中方表示 调查后认定黄长夜和金德红并非被绑架 根据国际惯例 同时也为了半岛的和平稳定 将妥善处理此事 几天后的3月14日 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召开记者会 表明了对此事件的态度 黄长夜和金德红需要前往第三国 待满一个月之后再前往韩国 无奈之下北韩发布公告称 黄长夜已经叛变了 他选择了站在敌人那一边 从现在开始终止一切营救行动 卑鄙的叛徒要走就走吧 我们将守卫红旗到底 另一边还在南韩驻华使馆内的黄长夜 则发表声明说 我和德红不是民族的背叛者 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辩解者 3月18日黄长夜和金德红身穿防弹衣 离开南韩驻华大使馆 乘坐专机前往菲律宾 4月20日上午 二人乘坐专机从菲律宾出发 下午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南韩 黄长夜的叛逃 在北韩境内掀起了一场风暴 黄长夜离开时 并没能带上妻子和孩子们 他和妻子朴胜玉 是在1947年 在莫斯科留学时相识相爱的 一起生活了50年 孕育有三女一子 事发后 妻子朴胜玉和长女被恩准自尽 其余的孙辈亲属均被投放进了 北韩劳改营 抵达南韩后的黄长夜 自1998年起 出任南韩国家情报院 统一政策研究所理事长 2003年任泉州大学客座教授 2010年10月10日 黄长夜被发现在 浴所的浴缸内离奇去世 享年88岁 南韩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室内没有非法入侵的迹象 黄长夜的身上也没有外伤 因此断定应该是心脏麻痹 而导致的自然离世 泼富戏剧性的是 黄长夜去世半个小时后 平壤举行了庆祝劳动党成立的 65周年盛大阅兵 金正日首次携儿子金正恩 同台检阅部队 被视作新一代接班人的登基仪式 拖北后的十几年里 黄长夜先后进行了 300多次非公开的演讲 40多次接受媒体采访 先后撰写了17本书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得以 一窥显微人知的金氏家族的故事 2011年12月29日天降暴雪 几十万北韩民众在平壤街头 向统治了这个国家长达 17年的伟大领袖 金正日的遗体告别 男人女人孩子 抓扯着自己的胸口 痛哭到无法自已 口中大声呼唤着 父亲父亲 为了防止哀悼的鲜花被大雪压坏 民众们自发脱下外套 覆盖在花丛上 这样全民撕心裂肺的悲痛 在这个封闭的国家之外 是很难被世人所理解的 金家王朝至今为止 共传成三代 创始者金日成 二代领袖金正日 三代领袖金正恩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 少年时随父亲 从朝鲜流亡至中国东北 后来在东北加入了抗日战争 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领袖人物 1941年在日本关东军的围剿下 金日成率部队退入苏联境内 在苏联期间 金日成成功的 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清洗中存活了下来 1945年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 向日本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政权 展开了全面进攻 同时按照与盟军事先的约定 苏联占领和托管了朝鲜半岛北部 也就是今天的北韩疆域 这时的苏联急需在北韩扶植代理人 对抗由美国扶植的南韩里承晚政权 就这样金日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不得不说在肃清一己这方面 金日成真的是得到了斯大林的真传 他成为了北韩最高领导人后 不断用权术巩固自己的统治力和威望 50年代中后期 金日成在北韩的地位已无可撼动 同时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绩 被大肆鼓吹逐渐神化 但后来史学家们发现 金日成指挥的游击队取得了最大胜利 其实也只击毙了日本居民20多人 不过黄长叶还是在回忆录中说 他依然非常尊敬金日成 因为至少金日成发动了对帝国主义的反抗 此外50年代中后期 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公开化 中国和苏联都急于把北韩拉到自己的阵营 金香对北韩示好 援助金额和规模攀比上升 60年代到80年代金日成统治下的北韩人民风衣足食 1960年北韩人均GDP甚至是南韩的三倍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局势巨变 90年代中后期没有了中国和苏联的帮助 北韩的经济一落千丈 这背后详细的故事还请回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根据北韩方面公开的资料 金日成共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金正书是著名的抗日女英雄 也被北韩人称为是国母 她为金日成生下了两子一女 金正日是其长子 但是有很多非官方的报道都说 在金正书之前金日成其实还娶过一房老婆 此人名叫韩胜基 因参与第一下抗日活动与金日成相识 两人在1937年结婚 后来韩胜基被日军给逮捕了 与金日成失去了联系 之后在姑妈的走动下 韩胜基获氏 出狱之后嫁给了一个农民 他与金日成之间并没有孩子 1949年国母金正书 在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 难产而死一尸两命 而在金正书怀孕的时候 他的丈夫金日成 已经跟身边的秘书金胜爱好上了 金正书去世后 金日成火速迎娶情人 金胜爱后来又为金日成 生下了二子二女 黄昌夜在回忆录中说到 二代领导人金正日 向来最警惕的就是继母金胜爱 为了让老爹金日成 不再喜欢金胜爱 他特地安排了许多美女警卫 在老爹身边 70年代左右 北韩官方一度宣传说 金胜爱是尊贵的第一夫人 但金正日掌权后 金正爱这个名字 几乎就再也没有被提起过 1994年 二代领导人金正日继位的时候 北韩正处于苦难的行军中 国内资源极度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 金正日依然大力推进先军政治 优先保障军队的供给 金正日常说的一句话是 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 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 北韩也因此拥有了 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 除此之外 黄长叶还透露说 金正日的私生活极其奢靡 尤其喜爱东方宴会 金正日的宴会 用酒池肉林来形容都不未过 根据南都周刊的报道 金正日的寿司厨子藤本称 领袖的酒窖里 至少有一万瓶好酒 90年代初的几年里 名酒品牌薰尼师方面表示 金正日是其公司的最佳顾客 每年花费约60万到85万美元 购买酒水 尤其偏爱美瓶售价 高达700多美元的天堂甘义酒 藤本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金正日的酒会通常都是半夜开始的 一直持续到凌晨 最长的一次整整狂欢了四天 在酒会中金正日不喝好 别人是不敢退席的 一面是夜夜声歌日日party的领袖 另一面是上百万活活饿死的北韩人民 黄长夜在他回忆录的最后一章中这样写道 1996年北韩的精粮产量不到210万吨 连军队的供应都不够了 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 就能看到饿死的人 平壤尚且如此地方就无法想象了 1995年北韩饿死了50万人 1996年截止到11月中旬 已经死了有足足100万人 官方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导致的 但黄长夜认为这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他说人民饿死冻死的时候 金正日却还在投入大批财力和物理建造宫殿 保存今日成的遗体 人民正在遭受苦难 但是偶像化金氏父子的工程却一刻都不能停 大致推算一下 宫殿费用三分之一的钱 就足够购买200万吨的玉米 如果那些钱真的拿来买了玉米 粮食的问题将立刻得到缓解 除了生活奢靡 金正日的情史也让人嘖嘖称奇 公开资料显示 金正日先后娶过5个老婆 第一任老婆名叫红一倩 这段婚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红一倩的父亲是革命烈士 也是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的战友 在金日成的安排下 两人于1966年结婚 1968年 红一倩为金正日生下了长女金慧静 红一倩在北韩之外一直都是一个谜 在互联网上甚至都找不到一张她的照片 而她和金正日的这段婚姻也并没能维持多久 1969年金正日迷上了比她大六岁的电影演员 程慧琳 程慧琳当时是有老公的 还孕育有一子一女 但奈何看上她的是北韩太子爷 有老公也得变成没老公 1970年10月 金正日与第一任妻子红一倩离婚 随后逼迫程慧琳也离婚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 程慧琳的老公被逼到头江自尽了 不过消息的真实性 无法得到更多资料的验证 而金日成并不看好 儿子金正日和程慧琳的这段关系 她认为电影明星是不适合第一家庭的 更何况程慧琳还曾经结过婚 但程慧琳的肚子非常争气 1971年5月10日 她为金正日诞下了长子金正男 从而也得到了金日成的认可 可好景不长 1974年金正日又娶了第三任妻子金英叔 但这任妻子的存在感并不强 她给金正日生了两个女儿后就被冷落了 因为在70年代中期 金正日在一场舞会上 邂逅了比她小十多岁的女演员高荣基 并且迅速将其收入房中 此后金英叔就逐渐淡出了北韩人民的视线 80年代时 金正日的第二任老婆程慧琳 因为健康恶化前往莫斯科就医 此后就一直生活在莫斯科 直到2002年去世 另一边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 对高荣基这个儿媳妇是十分满意的 高荣基1953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父亲是在日朝鲜人 1960年高荣基跟随父母从日本前往北韩 六七十年代因为北韩的经济腾飞 有很多在日朝鲜人 甚至是日本人跟随北韩的归国计划 移民到了北韩 这些人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把肠子都毁清了 在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眼中 高荣基一家属于爱国侨胞 根正苗红 高荣基后来为金正日生下了两个儿子 分别是金正哲和金正恩 以及一个女儿金玉正 千禧年过后 北韩开始高调宣传高荣基 称他为伟大的母亲 2004年秋天高荣基死于乳腺癌 随后北韩宣传部又称他为金正日最忠实的战友 不过金正日对这位战友的缅怀 并没能持续多长时间 高荣基过世后 跟随金正日多年的秘书金玉被逐渐扶正 自80年代初开始金玉就一直在金正日身边担任技术书记的职位 北韩劳动党的每一位高级官员都配备有一位技术书记 其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去照顾干部们的身体健康 说白了就是私人秘书 2006年1月金正日访华期间 金玉以国防委员会科长的头衔随行 一路跟在金正日身旁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 甚至有传闻说金正日已经迎娶了秘书金玉为第五任妻子 金正日共有三个儿子 如果按照长子继承制 金正南应该是金氏王朝的首选接班人 很多人都以为金正日没有选择长子金正南作为接班人的原因 是金正南的母亲曾经离过婚 得不到朝鲜人民的认可 但曾经多次采访过金正南的日本资深记者吴魏扬志 却说让金正南被排除在接班人名单之外的真正原因 是金正南的治国态度 从少年时期开始金正南就离开了北韩 先后辗转到瑞士 日本苏联等国家留学 长期的海外生活让金正南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 也开始质疑北韩的政治以及经济体制 金正南是坚定的改革派 他曾多次向父亲觐见 公开反对世袭制 并且说北韩应该像中国一样进行改革开放 这让金正日极为不满 父子俩的隔阂日益加深 而金正南之后 金正日的二儿子金正哲 对政治又一点都不感兴趣 成日成名于音乐 不适合作为领袖 最终金正日将大位传给了小儿子金正恩 和哥哥们一样 金正恩在年幼时就被送到了瑞士私立学校学习 当时他的姨妈高音叔和姨父被命令 一同前往瑞士给金正恩陪读 1998年金正恩的姨妈和姨父跑到了美国驻日内瓦使馆申请政治庇护 也就是说最为北韩第一家庭皇亲国戚的他们竟然选择了叛逃 华盛顿迅速同意了这个请求 后来姨妈和姨父一直生活在美国 2016年姨妈高音叔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采访 他透露说上学时金正恩不是个导弹鬼 但是脾气比较暴躁缺乏宽容 也许正是金正恩铁腕缺乏宽容的性格 才让父亲最终选择了他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残酷的夺权斗争中存活下来 才能让金氏家族的事业得以延续 上个世纪金日成创立了家族世袭统治后的几十年里 一直在培养长子金正日作为接班人 无论金日成走到哪里 太子金正日都会扮起左右 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继位 但2011年金正日辞世时 他的小儿子金正恩却刚刚开始受训 成为北韩的第三代领导人 当时有很多专家都预言说 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会终结在金正恩的手中 但是很快这些专家们就迎来了打脸 金正恩的出生年份一直是个谜 有报道说他出生于1982年 也有的说他出生于1983年或者84年 不管哪种说法是真的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金正恩接管北韩的时候还不到30岁 但与年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血腥手腕 金正日的葬礼上 儿子金正恩走在林车的右边为父亲扶林 跟在金正恩身后的是他的姑父张成泽 被外界一致认为是当时北韩的二把手 车的另一边则是掌管军队的李英浩 与人民武力部长金英春 这些人都比金正恩年长也是当时北韩的掌权者 可金正恩上台后的短短数月内 李英浩与金英春就双双被解枝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李英浩身在何方 2013年12月金正恩又做出了一个更戏剧性的决定 他的姑父张成泽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被当众拖走 随后被认定为叛国罪遭到处决 甚至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称 金正恩在处决张成泽的时候动用了高射炮 张成泽与脱北高官黄长叶曾有着非常深厚的交情 60年代中期黄长叶还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 也是金正日和其妹妹金正基的老师 当时金正基在校园里认识了身材高大 风趣幽默的张成泽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可金正基的父亲北韩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 却非常不喜欢张成泽 认为他不是白头伤革命血统 是配不上第一家庭的 金日成让黄长叶去拆散这对情侣 并且把张成泽转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就读 但是黄长叶知道 热恋中的情侣越是遭到反对 两个人就会越黏糊 果然几年之后 倔强的金正基还是嫁给了张成泽 黄长叶本人还是很喜欢张成泽这个学生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两个人志同道合都是改革派 后来黄长叶的儿子还娶了张成泽哥哥的女儿 两人成了姻亲 韩国国家情报院前副院长罗忠一 曾经写过一本书 名为神权国家的女婿 罗忠一认为张成泽被处决后 北韩失去了唯一能够帮助该国实施改革开放的人 根据BBC的报道 2012年到2016年间 在金正恩发动的肃清行动中 有140名高官被处决 另外有200人被革职或者监禁 金正恩清除了挡在他路上的所有人 并且以更年轻对他更忠心的人权而代之 而这批人由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带领 到今天已经没有人对谁是平壤最高的当权者 有任何的意义了 在北韩第三代领导人的夺权战中 最扑朔迷离的事件 莫过于金正恩同夫异母的哥哥金正男的遇刺案了 2017年2月12日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家餐厅里 印尼女孩西蒂爱西亚 正和朋友们一起庆祝她25岁的生日 她面带笑容在歌声中吹变了生日蜡烛 并且激动地跟朋友们宣布说 我马上就要成为电影明星了 原来不久前 一个自称是电视台制片人的亚裔男性 雇佣了爱西亚 让他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的录制 爱西亚的角色是恶搞路人 制片人让他把护肤霜婴儿游之类的东西 突然涂抹在路人身上 吓路人一跳 他们已经这样拍摄过好几次了 有的路人表现得很生气 有的这就是一笑了之 2月13日爱西亚又接到了拍摄任务 这次的拍摄地点是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目标人物是机场里一个身着蓝色衬衫与浅色夹克 身材圆胖有些秃顶的男人 爱西亚并没有认出这个男人是谁 以为这就是一次和之前一样的常规拍摄 这次爱西亚还有一个搭档名叫段世香 是一名来自越南的29岁女性 他们一前一后夹击目标男子 将一些不明液体涂在目标男子脸上 目标男子气急败坏地用英语问爱西亚说你干什么 爱西亚只是匆匆忙忙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跑开了 当时吉米之外的咖啡厅里坐着4个北韩男人 他们分别是李志贤 洪松贺 吴中吉和李再南 显然他们很满意这次行动的完成度 监控录像显示他们随后走向了离境通道 大乘飞机离开了马来西亚 被涂抹液体的目标男子迅速走向机场警卫 解释说又有两名女子突袭了他 现在他感到有一些呼吸困难 在机场警卫的陪同下 男子来到了机场医疗中心 刚进入医疗中心男子就发生了抽搐 随后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不治身亡 该男子护照上显示的姓名是金哲 一位北韩外交官 但他真实的姓名是金正男 没错就是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 当天金正男是准备搭乘飞机前往澳门的 不想却以这种方式命丧皇权 马来西亚警方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 金正男是死于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神经毒剂VX 吸入一粒沙子大小的这种毒剂便足以致命 2月下旬艾西亚和段世香在马来西亚被逮捕 并被指控谋杀罪 按照马来西亚的法律若罪名成立 他们将面临绞刑 不过他们对谋杀指控盖部认罪 坚称他们就是在拍摄一档整人的真人秀节目 而招募训练段世香和艾西亚 以及给他们提供装备的 正是当时在机场的4名北韩人 他们在案发后立刻辗转逃回了北韩 至今下落不明 2019年3月11日 艾西亚被逮捕两年后 马来西亚司法当局突然撤销了对他的指控 而且没有对外公布原因 艾西亚被释放 同年4月1日 马来西亚当局将段世香的谋杀指控 改为了利用危险武器等手段伤害他人 并判处了其三年四个月有期徒刑 但一个月后 段世香也被释放出狱了 马方给出的理由是 段世香已经被拘留了两年之久 且态度诚恳硬而获得减刑 北韩方面始终否认参与了这起谋杀 甚至一开始都不承认死者就是金正男 外界有不少人猜测 这起案件的幕后主使就是金正男 同父异母的弟弟金正恩 但也有人说金正男的存在 并不会对金正恩的统治构成威胁 金正男长期是生活在海外的 根本没有能力在北韩去构建权力网 下令刺杀金正男 非但不会给金正恩的统治带来利益 反而会落南韩一口石 如今金正男的遇刺案 似乎已经成为了一场无人买单的罗生门 关于这起案件的详细内容 我会在会员视频中跟大家讲述 其实北韩还有很多在外界看来 让人一言难尽的地方 比如说北韩最流行的神曲是 没有他我们活不了 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没有他我们活不了金正恩同志 没有他活不了我们活不了 我们的命运金正恩同志 没有他的话我们活不了 我们的心只有他最统 在任何时候他都守护着我们的幸福啊 从上小觉得孩子到拄着拐着冒蝶老人 北韩就没有人不会唱这首歌的 另外在北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 叫做太阳节 日期是每年的4月15日 这天也是共和国永远的主席金日成的生日 每年的这一天 无数北韩人会聚集在平壤市中心的 万寿台大纪念碑广场 向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同向献花致意 距离万寿台大纪念碑广场三四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非常著名的酒店柳津饭店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蚊子馆 所谓蚊子馆就是那些耗费大量百姓纳税资金 而建造的毫无用处 只为满足领导人浩大喜功欲望 最终沦落成养蚊子的废墟的建筑 柳津饭店是上个世纪80年代南北竞赛的产物 1981年南韩的汉城深奥成功 1986年南韩一家建筑公司 又在新加坡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酒店 威斯汀斯坦酒店 金日成把这一切是看在眼里及在心里 作为政治回应 1987年北韩决定在平壤建造一座巨大的酒店 夺走南韩的世界记录 这家酒店就是柳津饭店 可几年后北韩就陷入了经济危机 柳津饭店就此陷入停工 此后的数十年里 柳津饭店的施工开始和停止了无数次 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空置建筑 这张照片是金正恩和NBA前职业球星 丹尼斯·罗德曼的合影 北韩和美国虽然处处针锋相对 但是北韩的最高领袖金正恩 却是一个十足的美国NBA球迷 金正恩的姨妈高音叔说 小时候金正恩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抱着篮球 2013年NBA巨星丹尼斯·罗德曼去北韩打表演赛 从那之后竟然与金正恩建立了 羡煞旁人的私交 此后几年里罗德曼又六次涉足北韩这块神秘的土地 2014年1月金正恩生日的时候 罗德曼还在北韩为金正恩组织了一场篮球表演赛 作为其庆生礼物 比赛当天金正恩携夫人李雪主一起到现场观看 罗德曼就坐在金正恩旁边和他谈笑风生 罗德曼和金正恩还留下过不少相拥致敬的照片 一边是西装革履的全球最屌80后 一边是身材高大戴着墨镜鼻环的罗德曼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张照片是屁的 和北韩历代领导人一样 一直以来金正恩对自己的子嗣情况也是守口如瓶 但自从2022年底起 金正恩携带女儿频频在媒体面前亮相 北韩媒体并没有公开金正恩女儿的名字和年龄 只是称她为领袖宝贵的女儿 但是有西方媒体在报道中 把金正恩的女儿称作金主爱 据悉透露这个名字的人 正是金正恩的至交丹尼斯·罗德曼 金主爱是金正恩首个 也是唯一一个公开露面的孩子 对于金正恩频频带女儿出现在聚光灯下的原因 外界猜测不一 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的北韩问题研究 专家麦克尔·马登认为 这可能意味着金正恩想对这个女儿寄予厚望 会好好栽培她 但南韩梨花女子大学的一位教授 则有不同意见 他认为金正恩只是单纯的 就想彰显自己作为慈父的形象 总而言之21世纪的今天 金氏王朝的传奇依然在继续 在金家的语意下 北韩人民依然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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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